请听题 老师应该 学生 学生应该尊敬老师 A. 爱护 B. 爱惜 C. 爱心 D. 爱情 好的 正确答案是 A. 爱护 爱护 家人 很多学生 会选择爱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爱护和爱惜 有什么不一样吧 首先 爱护的意思是 爱于 保护 后面可以加 人 物 比如说 我们要 爱护 环境 我们 要 爱护 环境 我们要 爱护 环境 动物是 人类的 朋友 我们要 爱护 他们 动物 是 人类的 朋友 我们 我们要 爱护 他们 动物 是 人类的 朋友 我们 要 爱护 他们 爱惜 爱惜 爱惜表示 就是不浪费 爱惜后面一般家物 比如说 我们要爱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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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要爱惜 我们要爱惜粮食 这是我国传统的美德 我们要爱惜粮食 这是我国传统的美德 我们要爱惜粮食 就是我们不要浪费粮食 明白了吗 所以爱护 家 人 或者物 并且表示保护 的意思 爱惜 职 家 物 表示 不浪费 学生 使人 老师 应该 爱护 学生 好的 那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这个问题吧 老师 应该 爱护 学生 学生 应该 尊敬 老师 老师 应该 爱护 学生 学生 应该 尊敬 老师 老师 应该 爱护 学生 学生 应该 尊敬 老师 爱 心 爱 心 慈善 慈善是爱心,更是一种责任。 爱心,爱心,送一个爱心给你。 送一个爱心给你。 爱情,爱情,爱情是一回事,婚姻却是另一回事。 爱情是一回事,婚姻却是另一回事。 他们的友情发展成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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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今天我们一共学习了四个有关爱的词语。 爱惜,爱护是动词,爱情,爱心是名词。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明天见,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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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